头条和西瓜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郑州的这个古安城的地摊来逛一逛 然后这个地摊呢 然后他卖的东西都是比较杂的 像这种玉啊这类的 这个雕还挺好玩的 这是一种块玉 雕的一个其实 这种体材呢在过去是有的 但是刚才那件是新的啊 然后我们继续看看前面 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个呢是一个清代的 是一个小木雕的一个狮子 像这种应该都是什么上面的一个构件 有的时候是床啊 或者什么上面的一个构件 或者是那种花宝上的 又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 一个小的石球 这应该是个汉白鱼的 上面呢是一个这个钱挂了一个饼 这应该是个拳吧应该是 这边是卖一些杂件 这边是那种玉壁啊 还有什么呢 这个蓝盘子看着真是 如果是对的话那应该是圆袋的 这个桌子也挺不错的 但是可惜是新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呢 它上面有鞠钉 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个鞠钉啊 这边是卖玉的 这边像这种卖玉的哈 基本上都是南洋地区的 南洋地区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也是卖什么天降福星 这可能是玉石吧 这边是一些明清的东西 清带的一些盘子 这种呢 都是一些粉彩的 还有青花过墙龙的这种呢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前边看一看 今天的人不是很多啊